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新竹建筑北市公所争取编列录影监视系统云端智慧影像分析平台建制案手机2800万元经费,今天在代表会定期会员常会中引发热烈讨论,本案虽然后来提出总经费缩减的折中方案,但多名代表坚持反对意见,最后决议删除。 本案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工业技术研究院规划主要整合竹北分局辖内重要路断口录影及车牌辨识功能的监视设备出估约须一4亿元经费,迷彩5年租赁采购方式执行。 世代郭县堂 中国张黄华松说,此案金额庞大,不宜优市公所编列,而且非市公所主管,有跃权的疑虑,全台恐怕也仅有此理。 世代叶信辉说,竹北市多项建设方案的审查,核准长卡在县府,市公所却要出钱帮警察局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警察局若却有这个需求,为何议员没人提出? 世代曾经轻等人则重申,摄影机安装在巷弄,比装占路口更符合实际需求。 世代于郑达说,此案金删减后,缩减为8000多万元的折中方案,希望各位支持,先把主机监控中心建制好,后续再扩大摄影机范围。 世代杨瑞兰强调,此案对于维护竹北治安有迫切需要,建制重点也针对竹北市, 用在市民身上并非送钱给县府,他建议把治安交给专业,警局将负责后续的维护工作。 市长何干明汉明正克克长罗日昌,也再次说明市民对于全面提升监视系统的期待。 不过,由于反对的代表多代理主席田更豪最后决议,删除首期2800百万元预算。 对此何干明表示,将再与代表们加强沟通协调争取临时会或下个会期再提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